城鄉在藝術、宗教和藥用上都有很大的價值 並且越來越多人開始使用和收藏 城鄉的價格也跟著上漲 然而要分辨城鄉的好壞、真假 需要有專業的老師傳授俏門 為了讓民眾可以更加認識城鄉 2017年8月24號 三森集團在台中市文新路四段的三德藝術中心 舉辦一場城鄉收藏家見面會 特別從上海請來專業的林國明老師 和大家分享城鄉的歷史、價值和應用 也吸引了許多對城鄉有興趣的民眾 對於城鄉的了解 然後就是說還有市場的這種投資性也好 讓他們就是不要有偏的一些錯誤的觀念 最主要還是在對於城鄉他的後期的這個市場上 我們是看好的 但是要給他們正確的觀念 林國明老師除了在上海經營投資城鄉事業十年 有著非常豐富的經驗之外 還是中國孔子學堂的鄉學顧問 積極推廣城鄉和傳統的鄉道文化 林國明老師強調 投資和收藏城鄉的心態很重要 不能以獲利為目的 要先對城鄉有足夠的了解和認識 林國明老師在課程中和學員們親切互動 讓大家能夠近距離的觀賞和接觸城鄉 更特別引燃城鄉牧 讓大家感受城鄉的芬芳香氣 還有有趣的互動問答 氣氛非常的輕鬆愉快 參加的學員們也紛紛表示 從今天的課程中得到很多的收穫 你可以關注不同點 因為有時候我們投資 你想要投資 你可能就想著就是放大件的那個條件 但其實不一定 就是你可以從不同的點去關注它的話 會有更大的收穫 為了推廣城鄉文化 全球最大的城鄉供應商三森集團 定情舉辦城鄉收藏家認證課程 邀請來自海內外的專業講師來授課 讓對城鄉有興趣的民眾 能夠互相交流 一起認識城鄉的好處 還能增加投資城鄉的獲利機會 記者林佳鴻、王旭、台中報導 還會遇到